再来 进来 满县长 请坐 岗村司令特下 我按照伊藤先生 和乔本杰二先生的注意 搞了一个京府公文 让县里那些煤矿 因为承担不了那么高的税负 而放弃经营 可乌龙煤矿 集结了一帮乌合之众 成立了护矿队 用武力抗拒官府的查封 本县因为官府兵力不足 特来向司令官阁下请求帮助 满县长 你弟大大的好 日本的朋友 一堂君 你派人以县府贪业公司顾问的身份 去看一看 到底是谁在闹事 是 对 把闹事儿的抓起来 杀衣警摆 行吧 门先生 请 义藤军 是 我们呀 不惜一切代价 除掉红兽玄 是 各位 现在满德高满县长勾结日本人 假造京府公文 增设税赋 赋 这京城啊从来就不注视我们边缘的煤矿 咋能给咱们增加这么多的税赋啊 这是县府让咱们卖矿走人哪 让开让开 让开了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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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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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敢对抗京府公文 你死罪论处啊 让开谁敢上来 让开 全国让开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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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可刚把你放出来 你若是匪性难改 看我怎么收拾你 胡守轩 剑斧查封煤矿的期限到了 你竟敢 带头抗税抗法 抓起来 是 你快 谁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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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守轩 你曾为旗掌 竟敢带头抵抗关税 你这是死罪啊 抗税 黄粮国税自古有之 历朝历代不可减免 说的探税 官府连探围何物都不知道 怎么能够无辜加收 这么多的税种 这不是激起民愤吗 黄小轩 你怎么知道 官府不重视煤矿啊 自民国初年 我们早就发现了煤炭 官府已向京城禀报多次 可是京城没有派一名 实业官员来我们这里面巡视啊 也从来没有下发过探税公文 这就说明这么多年了 京城对我们刚刚兴起的探业 根本就没重视 可是再说征收任何赋税 必须经实业部论证才能开出 京府怎么能不顾百姓死活 无端加设十二条税负啊 还让不让老百姓活呢 洪寿宣 洪寿宣 你可看清楚了 那是白纸黑字写着大洪的国印盖着 十二种赋税 一种不能少 一文不能免 并追缴三年 今天你要是拒不交税 我就查封乌鲁眉矿 大洪寿宣 满县长 京府赋税如此苛刻 完全致百姓生死于不顾 而你身为一方父母官 只管讨好上人 你考虑过 旷遥的存亡吗 我告诉你 官府就是父母 京城就是天 谁敢跟京府对抗 那就是死路一条 好 闪开 满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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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认识一下 这是县府的探业顾问 刘海轩和乔本杰二先生 大家有话慢慢说 你是日本人 我是日本人 日本人 怕我们乌龙煤矿干什么 你是日本人 我早看出来了 我们乌龙煤矿的资料 就是被你们给盗走的 我们的技术员小刘 也是被你们杀的 难道是我跟你们没关系吗 你 你胡说 我胡说 是谁在胡说 你没事 红烛轩 你是想造反啊 抓住红烛轩 抓住许诺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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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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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开 让开 将军请看 从这里到这里 我们特别要注意 这里地下煤炭储量丰富 所以这里一定要新开采 报告 进来 司令 乔本静而无能 没有完成任务 冯守卿没有被打死 报告司令 场面太乱 只打死一个遥控 不得 飞 大日本需要探矿 大大的探矿 公主先不除掉 贪光就到不了我们的手里 将军 我们应该制定下一个计划 彻底摧毁乌龙煤矿 请慢用 叔叔 我亲眼看见你 开枪打死了中国姚公 从小 我们的天皇教育我们 要终日亲善 终日共荣 现在中国人 在开采自己的煤矿 我们为什么要去强行霸占他们的煤矿 英华 我只能告诉你 这是为了大日本帝国的前途 我们离中国近 中国有大量的资源 而我们却很匮乏 就是因为日本缺乏资源 我们就要去伤害别人吗 说得好 英华 我们大日本民族 是优秀的民族 对付那些低劣的中国人 只能采取一些必要的手段 英华 你还年轻 我们日本天皇 有勃勃的雄心 他代表日本民族的精神 终日 从甲午战争到现在 我们都是按照天皇的旨意去做的 天皇的旨意 什么旨意 什么旨意 就是日本精神 日本精神 是的 侵略 掠夺 我 你应该回日本去 我喜欢中国 这里有我喜欢的人 那你更应该回日本去 乔本樱花 叔叔是在完成日本天皇赋予的使命 不管叔叔有什么事 你应该为叔叔感到骄傲 你还有一条什么黑暗训 你还要是咱们 你不可以 你有什么事 你还没有 然后是 你还没有 你才行 也不管自己的身份 直奔许家找智务去了 这就算下架了吧 有人吗 有人吗 娘 来客人了 谢谢 娘 我是格格 桑丹格格 桑丹格格 你是 王爷的女儿 是 那你这是 从这开始 我住你们家了 这 住 这 对啊 你这是 这是爹吧 爹好 我是您儿媳妇 怎么 住这儿啊 对啊 你们汉人不是说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吗 从今儿开始啊 我嫁进你们许家了 格格 你回来了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志武 刚才桑丹格格说 从今儿开始就嫁到我们家了 志武 从今儿开始 煤矿那边你忙活着 家里这边有我呢 爹和娘我照顾 你就放心吧 走吧 陪我铺床去 娘 我们进去了啊 爹 我们进去了 快 조 灌五 你爹妈 同意你到我们家吗 同意 我爸和六基说了 说我是你们许家的人 就应该过来给你们一块住 那 你不嫌弃 俺们穷 不嫌 我们草原儿女 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我爱智武 我愿意和他一辈子在一起 我愿意为你们许家养育后代 给智武生一大堆孩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别说了 只是想不到 这富贵人家的千金大小姐 能助管咱家的破房子 也难为他了 你说 这个王府家的格格 为了咱家治无 不 她宁愿下嫁到咱们这种贫贱人家来 也真是委屈她了 委屈啥呀 委屈 小婉才委屈 这小婉 是为了救治我 才同意退婚的 也不知道那孩子跑哪儿去了 你说 如今 如今 如今咱们想感谢人家都找不到人 你说这份情 咱们什么时候能还得上啊 啊 祝我 想小婉了吧 我知道 你心里头 我一直都惦记着她 其实自从上次 她从乌龙沟走了之后 我就特别地难过后悔 我去找过她 可是 可是 可是我没有找到她 我心里头真的特别难过 我都想好了 如果我能找到她 我愿意和她 以姐妹相称好好相处 我愿意和她 如果她愿意回来的话 我俩多做你的妻子 我们是亲密的一家人 只要能和你在一起 只要能和你在一起 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就我 就我 你们早了 睡吧 那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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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们 把这给我守死了 任何人不准进来 是 兄弟们 小鬼子要霸占咱们的煤矿 咱们干不干 不干 赶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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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鬼子赶出去 快 他爹 他爹 爹去了 之无煤矿现在正缺人手 我怎么能不去呢 那我也去 你干啥去 这老爷们儿的事 你在家好好待着 哪都不要去 爹 我也去 冲儿 小心啊 你们都小心啊 小心 你给我拿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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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让他们什么事 赶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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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拜托 赶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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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了 赶出去 赶出去 五首队 拒重造反抗帅 反对京府公文 就是反对原总统 传德高 你身为一线之长 居然不顾百姓的死活 勾结日本人 伪造金埔公文 把这里的二十多家煤矿 全都出卖给日本人 你还有点中国人的良心没有 你 你 你等敢污蔑 奔献伪造公文 你 你有什么真凭实据啊 有 这谁啊 这谁啊 我叫于正国 刚从京城回来 我已经在金埔实业部 总统秘书处调查过此事 金埔从来没有下巴过 这样的公文 骗子 对 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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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大人 龙大人 你来造反啊 等着我呢 好 驾 龙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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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背马 往哪儿跑 驾 拉命来 驾 驾 驾 大哥 把他交给我 不要给兄弟报仇 小心点 啊 啊 兄弟 大哥给你报仇了 大哥 这日本人 老子杀的就是日本人 龙掌柜 小大龙 今天给你报仇了 小子 小子 老子 你是自己 hal子 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给下 我们日本的采矿专家 也就是贵国关东辽西的探业顾问 乔本杰二先生被杀害了 这是贵国对日本天皇的无端挑衅 听说他是在地方武装冲突中被杀害的 可能是误上 误上 想必总理没有忘记 中日甲午战争 我们日本的金纯利炮 随时可以占领关东 外交官先生 发生此等事情 本总理也很被动 京都景物司已派你前往辽西 调查此事 一定会抓住凶手 予以言办 乔本杰二先生 乔本杰二先生 一直主张中日亲善共荣 却被贵国的暴民所杀 日本政府要求中国政府 顶赔偿 赔偿 赔偿 你 这座 那家人 我 不得了 我 你 你 我 你 你要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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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号外号外 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 好 来吧 给你 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 号外号外 东北发生中国枪杀日本人休案 日本人的野心 昭然若揭 是要占东北 对不对 来 余先生 来了 来 但是 余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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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 坐 谢谢 同学们 北平政府已经向日本政府火线了 总理答应把辽兴西丘六座煤矿的开采券 转让给日本人 日本人已经来接收了 卖过贼 简直是国人的赤裸 混蛋 这个外类 余先生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对 政府腐败无能 我们不能坐视不管 我们要抗争 对 对 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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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马上回去组织学生游行 我们要抗争 我们要呐喊 好 你马上回学校 组织同学游行示威 但是要注意安全 不要和警察发生正面冲突 好 我们走 走 好 余先生 邱大哥 没事我先告辞了 诶 你等等 制武那边怎么样了 他现在 每天都去我父亲的目前通过 再这样下去 整个人都会崩溃一趟 现在乌龙矿业 还有县城这里 二十几家遥矿的矿主 都希望他能够振作起来 带领大家一块干 可是 来 永济 我们一定想办法 让志武镇做起来 让他继续带领乌龙煤矿 和其他矿主往前走 不能让他再这样消沉下去 得想个好办法呀 好 宏大人 我许制武后 受您器重 从一个闯关洞的流浪汗 到现在成为乌龙矿业公司的掌柜 可是宏大人 你这一走 你将制武我怎么办 我撑不起这个天 我当不了这个龙丑 宏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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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晚 你不想看哪儿 资武 祝我 祝我 来 祝我 起来 洪大人 来 来 再回家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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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这是悲伤过度 毒火攻心的 这是猛药 对治疗发热所致的昏迷 疗效不错 谢谢唐哥儿医生 只有你能救他了 他会好的 娘 我送他 你送我 慢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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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 你照顾一下 我去给他熬药啊 娘 你就放心吧 好 toim 张龙 知乎怎么样了 老师不见好 我刚刚听到一个消息 说日本政府因桥本的死亡 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抗议 要求中国政府给予赔偿 抗议 赔偿 只因为我杀了一个小鬼子 杀个小鬼子 我还觉得不过瘾呢 这样 大龙 你先躲一躲 日本人一定会要求我们 交出杀害乔本金儿的凶手 躲 我往哪儿躲啊 中国人死了那么躲 没人管吗 中国人就不是人吗 我这就拉着队伍上山 甩开膀子给叫日本干 大龙 那起武器是迟早的事 我之前就跟支武说过 你上山拉起一支队伍 将来就是我们的武装力量 他会同意的 郑国 太好了 等支武变好了 我们好好劝劝他 你放心 我会密切注视北平方面的动向 日本人想借机 逃起事端 妄想 东北是咱们的土地 绝不能让他们在这里 横行霸道 一定要把小鬼子 赶出我们东北 明天就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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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生存 不知道你们是否愿意啊 我愿意 我愿意啊 这里就是佛祖留给你们许家的田地 好好在这儿过日子吧 草叶上 用你这只吉祥的雄鹰 就不愁找不到猎物 许志武许教头 做乌龙矿业公司的二掌柜 杀了 田地 田地 兄弟 兄弟 我上山了 保重 主啊 这人死不能复生 洪大人 虽说不在了 可咱们还得活着 这乌龙煤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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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得有个领头的人 志武啊 当年咱们家 一家人闯关东 靠的是你的勇气 才走到今天这个范儿上 如果你要这么下去 万一你要是倒下了 你想想 你爹怎么办 娘要怎么活 娘要怎么活 哥 嫂子对你真好 上次 嫂子起码去接你 嫂子回来也病了 可嫂子还是那样照顾你 哥 你要勇敢地面对这些事啊 不要让爹 娘 嫂子 为你难过 是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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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对了对了 这就对了 来来来 吃饭吃饭 吃饭 走 还我新秋六炮 还我新秋六炮 还我国产 打倒日本地方主义 帮我保险 打倒日本地方主义 帮我新秋炮 帮我保险 来人 大人 总之警察局把这些学生给我抓进来 满大人 这些学生没法抓呀 怎么没法抓 他们就是瞎喊几句 完事就走吧 你小子猪脑子 这是瞎喊吗 这是妖言惑重 再这么喊下去 咱们县服的底都给倒露出来了 县 县服的底 县服的底就 去去去去 说了你都不懂 是 谁不知道你的底啊 收日本人的钱 充满中国人的狗东西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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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对日本政府的赔偿 是用大日本的英雄 乔本金儿的生命换来的 江本君 你可以安息了 大日本天皇 已经授予你英雄勋章 你放心 这个关东 将属于大日本帝国 为了交响 这片土地 任何磨捺 都所畏惧 山川流淌着 暂的血行 天也有暂不暇的 这片土地 尔女啊英雄 那几了武器 雪洒江城 无所畏惧 强盗门袖 想把你躲去 为了建设这片土地 我把青春奉献给你 大桑山 大桑山尖着雄伟野鸡 黑鱼土地 想变得更美丽 黑鱼土地 想变得更美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